南加州近来地震频发 其实为了防止地震造成更大的损失 加州近几年不断设立新的法规 加固建筑物的防震性能 并且强制保险公司出售地震险 今天林大为保险智库就来为您详细解析地震险方面的知识 加州洛杉矶城市最近通过新法律了 要求五个住宅以上的单位的公寓owner 在收到通知后一年之内 必须要设立钢筋的支柱来支撑建筑物 这些市政府送出的通知 目前是针对1978年以前 盖的木质建筑物 大约13000栋公寓已经收到通知了 而且日后还会持续地增加 并且更加地严格执行 因为强政来袭的时间早已经接近了 其实洛杉矶早就有超级的产物保险公司 为了避免大地震后 这个理赔重创公司的财务 早在十几年前都静悄悄地 不再续保商业大楼了 目前愿意承保的保险公司几乎是少之又少 并且保费偏高 所以造成许多公寓 HOA 旅馆 这些owner为了减省保费都冒险不保了 看看照片 你看像类似公寓楼下 是汽车停放的space 完全没有强大支撑的柱子 万一六级以上的地震来袭的时候 是非常脆弱的 如果是私人住宅 一个single house 到四个单位的apartment 加州早已经立法了 强制所有的房屋保险公司 你必须要提供地震险给民众购买 而加州法律并没有规定 保险公司必须要提供地震险 给五个优念以上的任何商业用住宅 或者是大楼 所以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民众 如果你的房子 私人房屋 是六十年以上的老式房屋 多半房屋的地基是悬空的 必须要增加木架来支撑 这个房屋就是所谓的retrofeating 这样能够增加承受强震破坏力 就像刚才我们所提的木植的公寓 它楼下是汽车停车厂的空间 缺乏强有力的支撑 在地震来袭的时候非常非常危险 在保险方面 我还是要提醒拥有商业房地产的业主 虽然现在商业地产的地震险保费偏高 但是在强震后的天价的重建费用比较之下 那还是天渊之别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